北魏司马金龙墓七华屏风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村 该墓是太和八年的墓葬 村民打井中偶然发现 墓主人司马金龙原为晋皇族后裔 在北魏席爵做官 北魏贤卑贵族身受汉文化的影响 这幅七华的内容延续汉代以来 帝王将相、猎女、孝子等传统故事 旗上朱七献苗勾勒人物莫书榜题 第一幅图是关于顺帝的三个故事 顺的父亲骨手和弟弟向傲 田井企图筛害顺 顺的后母放火烧领仓 想要烧死顺 顺与他的妻子们鹅黄女婴 顺能死里逃生 多亏有这两位聪明贤良的妻子 第二幅图讲的是周氏三母 周太江、周太任、周太四 他们武夷天下,贤德无比 辅佐和教化了几位圣人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 成就了周朝八百年基业 第三幅图鲁氏春江 坐在榻上的是鲁氏春江 贵的是春江的女儿 讲的是春江教导女儿 恪守礼仪为人辅导 第四幅图讲的是雀脸之德 点出汉书外妻传 孝成班杰鱼传 汉成帝宠姓班杰鱼 病人制作了一辆大脸车 以便与班杰鱼同车出游 但却遭到了班杰鱼的拒绝 且劝谏汉成帝 圣玄君主身边跟着的都是贤臣 如果您与女人坐在一起 岂不成了亡国之君 而七华屏风的背面 主要是表扬古代孝子 贤士的美德 以及对人德行上的警示 很多专家都认为 司马金龙七华屏风的绘画工艺 和顾凯之的女史真图 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就可以惊喜地发现 他们在表现妇女 衣饰 妇年等细节处 都非常相似 上面的榜书题记 是少有的北魏书法真记 可谓上乘汉立之传统 下开真书之先河 请不吝点赞订阅